看看新闻网 北京警方在调查郭美美案中查明 王某涉嫌刑事犯罪 2014年7月24日被刑拘 如今谈到郭美美 王某说是他一生的噩梦 而对于借洪惠微博炫富事件 郭美美也反复表达了悔恨之意 我就想以我自己所能做到的力量 去澄清 去把这个真相说出来 换洪惠一个清白 跟洪惠深深说一声 就是真的很对不起 非常对不起 然后对老百姓也是 更是对不起 对那些得不到救助的人 就更是对不起了对不起